人神萌新必须知道的6个小技巧 45机以上大佬请绕行 1.很多35机前的萌新 总会一个一个拾取物资 其实你可以尝试点击下空白处 就能完成一键快速检取 2.在武器断道时 发现背包里的矿石不够了 再去大世界地毯时搜索 势必会浪费大量时间 这时你只需问一下铁匠 它会直接告诉你矿石所在的位置 3.众所周知 钟离长按一技能 将摇神变为提瓦头挖矿工 雷则长按一技能 也能提升挖矿效率 如果没有钟离和雷则的小伙伴 不妨先用凯亚给矿石染上冰元素 然后再用宁光普攻 同样可以提升挖矿效率 4.在给角色升级天赋时 不知道优先升级哪一个 让萌新一头雾水 这时点击右上角的天赋参考 这里有每个角色的天赋培养推荐 让萌新也能快速掌握天赋提升的技巧 在升级圣遗物时 同样可以点击右上方的属性参考 5.切换角色直接释放大招 手机端直接点击角色的大招键 便脑端按奥特键加数字 在先换角色上场的同时 还能直接释放大招 6.无限砍数大法 在所有的角色中 单手键角色砍数最快 同时砍数满10颗后 第11颗树会刷新 因此你只需找一处 超过11颗树的地方 就能实现无限循环砍数 如果觉得有用 就点赞收藏起来吧 再次请不吝点赞收藏起来吧 感谢观看